最後一個是帕斯卡原理 帕斯卡原理是因為液體沒有辦法被壓縮 所以液體裡面的每一個點的壓力基本上要一樣 它會把它傳過去 所以它壓力會一樣 因此呢就有一個現象 考試有個計算體 左邊有一個小活塞 右邊有個大活塞 我在小活塞上面是一個力量 這個壓力就會傳出去 傳到大活塞那邊 液體不能夠壓縮 力量可以傳遞 每一點的壓力就會一樣大 所以呢 左邊的壓力就要等於右邊的壓力 這個是放在固體上的 固體壓力怎麼算? P等F除以A F除以A要一樣 A比較小 F就比較小對不對? A比較大 F就比較大 所以我就可以在右左邊是一個小小的力 就會撐住右邊一個大大的力 大大的力 所以就把它的力量把它放大的效果 可以做一個起重機 像這樣 公式就要做P等F除以A 然後我們講過了 計算就是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向上壓等於 向下壓 所以左邊壓力力量除以面積 右邊壓力力量除以面積 兩個會一樣 當然考試的時候是50是不見的 X嗎? 問題是說我這樣的起重機 我在左邊施力10公斤中 右邊可以舉起幾公斤中 就是50的X 然後轉到X跟50這樣算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的方法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的方法 所以帕斯卡原理的計算 其實就是什麼計算 其實就是壓力的計算 關於就是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小活塞壓力等於 大活塞壓力 你剛剛使個等式就算出來 等式就算出來 OK? 很簡單 它就會有一些基本的定用 像那個 起重機 抑壓的起重機 可以把它舉起來 可以把它舉起來 OK? 就是我們的帕斯卡原理用 那麼 這個計算很容易 我們來做一下 請問你 塵盤水兩邊有活塞面積這樣跟這樣 請問你小活塞放6公斤重 大活塞可以舉幾公斤重 剛剛跟你講過了 計算方法就是 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小活塞壓力等於大活塞壓力 而這個壓力 是固體的壓力 所以什麼公式算 P等於F除以A P等於F除以A 就算出來 好 停車戰界問 現在要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Yeah 答案 答案 左邊等於右邊 F3A等於F3A blahblahblah又算出來了 好啦 你選A 1 請說 你選A 你選E 講過了 左邊壓力等於右邊壓力 怎麼算壓力 P等於F3A 然後呢 左邊一個6公斤重 面積3平方公分 右邊一個不知道幾公斤重 300平方公分 然後就是交叉相乘啊 或者是用眼睛看一看啊 答案就知道 就600嘛 所以答案就是選豬 這就是帕斯卡原理很簡單 很簡單 如果考試考帕斯卡原理的計算 就是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那麼考試不考計算 考觀念 觀念就是 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壓力會一樣大 那我不要你算 我只要你知道這件事就可以了 算就是 帶上公式 P等F除以A 就算出來了 這就是有關於 帕斯卡原理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